桌面的能够用的东西进去网上去 以前的话 我们HTML就是写一些标签 主要就是一些文本的显示 图片的展示 对于一些视频 乳音 还有各种动态的 动态的一些内容 它就是表现的 就是知识能力就比较弱一些 所以它就 希望HTML5在这些方面 有一些更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这个XHTML 那么它主要是这个XHTML增强的 它的那个标签约束的会大一些 主要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它们两个 等会下一张后面的PPT 给你们讲的介绍 就会它们有一个交叉发展的 现在就是去走向一个融合的 那么这个里面 这有一张图 就是说各种给你 那个AJAX的一个框架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些 JavaScript的一些框架的客户的HTML 那么这个是HTML一个发展历程 也就是相当于最开始的 这种超文门传输这个语言 最开始的从1993年开始 后面的HTML1,2,3,4的一系列 那么4以后的话 后面就有说XHTML就是有一些增强的 就是可能就是严格一些 后来一些动态的HTML 就把他那个合并了 合并了就是推出HTML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他那个HTML5 只有一些 一些草案 就是一些标准 正在实施制定的一个过程中 还没有最终的形成 其实最终落到那个最终的实现的话 这个更还没有 只是说发展 现在很多那个新的 新的就是开发出来 这个这种各种浏览器吧 就是说都都支持 就是新出版的 就是积极的支持出来的 这些HTML5方面的一些标准 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是HTML5呢 发展的一个时间表 就是2004年啊 提出构想 这个它那个发展 其实也是说我们 这些技术 其实我们这些技术的 那个应用的话 都有一个什么 就有一个需求 持动的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 比方的HTML 就是它在应用的过程中 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的一些开发的难易程度啊 它的那个效率问题啊 展示一些动态的 多媒体的信息啊 它的能力相对之后 就比较弱一些 所以的话 后来就是说 这个HTML5 就是希望在这些 副internet的应用方面啊 有更大的一些 更大的一些作为 年四年就提出构想 08年发布的第一份草案 12年就是推广阶段啊 日记2020年是最终的一个测试阶段 2022年啊 正式发布 当然这个是 以前的一个 目前的话 这个也在全世界 基本上都在积极推 推进这个方面的研究 那么HTML5的啊 有一些定义 那么我们看一下官方的定义 HTML5草案的前世是 Web Applications 1.0 就是Web应用啊 1.0 是HTML4的啊 更新加强版本 也就是说 它这个HTML5都是 即日以前的啊 在以前上面跟着神话完善 并不是说完全否定的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程序方面 就是啊 很多时候是向下兼容的 但是很多可能有些API的话 它就啊 不提倡了 或者一些标签不提倡了啊 它增加了新的标签和属性 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它这个尤其是对那个 负Internet的呢 这个 这个方面呢 增强的 强化了网页的标准 语义化图像表达能力 和交互效果 也就是说 它强化了这个方面的内容啊 是以前的啊 传统的那个HTML4啊 或者之前的 那么它的就是 在这些表现方面的弱一些 那么广义的概念 HTML5 代表了浏览器端 技术的一个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 浏览器呈现技术 得到了一个飞跃发展 与广泛支持 这些技术包括HTML5啊 DOM3 就是文档对象模型 JavaScript的API 啊 SVG啊 这个尺度矢量地图啊 尺度矢量地图啊 WebJR WebJR3D 那么这个WebJR的就是 以前那是 OpenJR 是三维开发里面啊 那个3D GIS里面的开发的 通过那些啊 就是借鉴它那个里面啊 把它的那里面的一些啊 迁移过来的啊 就是JavaScript 等等啊 去绑定这些 OpenJR里面的一个3D 所以它其实的话 就是啊 各种技术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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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综合的慢慢的发展 你比方说 CSS啊 是吧 层叠样式啊 就是说你HTML里面很重要的 你那个样式表 就是怎么补助啊 怎么色彩啊 样式啊 这些东西啊 很多方面的一个内容 也是他们的一个综合的 一个发展产物 那么HTML5的啊 这个里面学习 其实的话 这个就是相当于里面一些 啊 重要的方面 或重要的一个变化 对以前的啊 那么它可以看一下 标签的变化 标签的使用 还有一些扩展 那么标签的变化 文档的声明啊 这些里面 以前的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HTML啊 还有一个新增标签 结构标签 多媒体标签 啊 web 易用标签 input 标签 还有一些其他的 都比较多 那么这个尤其多媒体啊 比如说 飞掉啊 啊 嗯 飞掉啊 动化了语音啊 这些里面的 还有一个web 易用的啊 后面也会涉及到的一些 删除标签 重新定义标签 攒新布置的啊 这些标签 还有一些标签的使用 结构标签的使用啊 converse啊 这个画布的使用 video audio的使用啊 这个是多媒体方面最先 智能标的 还有一些扩展的 就是比较明显 你比方扩展的 地理位置啊 它有些标签能够表示地理位置啊 独立素质层储 新的网络宁级缓存啊 这个以前就是啊 就这个里面基本上就就没有涉及到的啊 这个现在就有去这个方面的呢 比方说这个 你那个浏览器里面啊 能够有一些标签能够属于定位的一些功能 那么还有一些导航的 那这个就对比以前来说就方便了很多了 比方说以前的那个啊 比方说video啊 audio啊 以前也有 那么现在它可能就是增强了啊 增强了 一个是简化了 第二个是它的能力增强了 当然这个atml5的啊 这些它只是定义了 定义了这么多标签 那么浏览器的支持啊 浏览器的支持 才是发挥的重要 所以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浏览器 这个标准一旦出来之后 它要它要能够能够支持啊 它就那么就相当于flags 根据safe line的话 它就是不用安装的那些插件的啊 它就是相当于浏览器的 能够从底层底层的支持 这样的话啊 接获得更好一些 那么它有一些效率会会更好 那么atml8大新特征啊 这个就是对比以前来说 那么基于现在的啊 这个网页的 比如说前单的一个需要啊 对比以前的特征 它就有8大 就是相当于对比以前的话 有明显的发展 或者有一些新增的 那么8的特征 那么第一个是 雨衣特征 本地层储特征 设备兼容性 连接特性 网页多媒体特征 三维图形及特效 啊 性能和集成特性 啊 CSS3的一个特性 那么我们在一个个的看啊 这个里面就是 这个方面 第一个是雨衣特征 雨衣化标签 atml5引入了新的html软素 通过这些软素 开发者可以方便的描述文档结构 页面更清晰直观 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 有两张图 左边的一个啊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主要是写的 那么以前的啊 主要是通过大夫呢 来把那来定位把这个页面呢 通过啊 若干过大夫啊 每个大夫付一个ID 那么来定位啊 定位再上层级样式啊 它的位置在哪里啊 它的宽度高度是多少啊 就像是左边这个样子啊 以这个设定 其实都是一些大夫 那么现在的话啊 如果html5它就有一些 已经啊 帮你定义好的一些标签 header啊 比如说header 那你可能就是 表现表示头 footer表示这个下面部分的啊 nave就是导航 导航哪儿 还有 outside section head article 也就是说 你如果啊 使用这些标签 那么它的一些结构化的功能的话 就相当变得 变得简单的很多啊 那么以前可能你就是还要计算一下啊 到底是从那个哪个位置啊 比方说坐标 x多少 y多少 这样的一个 一个好好的计算一下啊 才能定位 那么这个里面就啊 就有这些啊 已经定义好的标签的话 就就方便很多了啊 那么比方说定义文章 article 那么它可能就是 它包含一段的啊 就用这个article的话 其实就是包含这一段 就是一个文章的啊 就是 还有一个header啊 定义 页媒 而side 定义文章的啊 侧别哪儿 那你肯定有一些属于 侧别人大小啊 设定呢 是吧 hgroup 定义网页的标题的组合啊 figure啊 一组媒体对象及文字 nave 定义导航 figure captain啊 定义 figure的标题啊 captain 标题的意思 figure就是啊 还有section 就是定义文档中的区段 就一段一段的啊 footer 定义页脚 time 定义时日期和时间啊 这个就是新增的 所以对 你比如说你有一段文章后的本 把它表现出来 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就简化了很多啊 那以前的话肯定还 你先啊 先开发的时候 你先要画个页面 到底多少个像素是什么 多少个像素是什么 位置在哪里啊 定义 那么 就有点很简单 那么被器用的标权啊 就是现在随着发展 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太复杂了啊 用的比较少啊 或者是用新的标权来替代 那么有些内容就逐渐的啊 把它 把它已经退出了啊 退出了 第二个特征是本地层储的特征啊 werb层储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 一个方面 那么 它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local啊 storage啊 本地层储 一个是section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持久化的层储 持久化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一直保存在那里 本地的啊 你如果不人为的去删的话 它就一直保存在那里 而section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在这个一次绘画啊 定义一次绘画 比方一次绘画 一次绘画在这个绘画过程中的 那么素质存在了啊 一旦这个绘画完的话 那么它就会被 被销毁了啊 这个啊 大家如果是基督意义里面啊 那个编程的话 很多时候就有一个绘画嘛 就是相当于一个绘画 一个绘画的话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绘画里面的啊 素质的其实作用的啊 作用的这种时效的范围啊 就是定义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能够做一些持久化的啊 这个下面这个图里面就是说这个 本地的这种啊 存储这种持久化存储的一些属性 像是一个长度啊 你这个Key啊 跟着这个Key啊 多少个 哪个Key 你再获得的属性 再给了它的Item呢 再Remove啊 Clear啊 这些能够做一些 做一些操作啊 这个就是也方便了一些存储 本地存储另外一个是是啊 Index的啊 Databas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是对于啊 存储少量的数据 Werb存储能够很好的网存任务啊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 本地的那个数据库一样的 但是我们数据库一般 关系数据库非关系库 能力都很强的是吧 你想想这个网页的话啊 它能存多少呢 是吧 它尽可能少的时候啊 它才才使用它啊 你这个数据量太大了啊 不能像我们这个关系数据库 那样才使用 但是对大量的结构化数据 进行处理时 它就啊 不能也就是少量的 一般的网页 可能就是几个网页是吧 简单的一些数据 它还是还是可以的 这是因为 Index Data Base的一个作用所在 Index Base 这是严格遵行WG3C的一个同源策略 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 层属空间啊 每个层属空间又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 每个数据库要创建多个表 每个表 都是一个节省对象的一个列表 可以层属多个节省对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 Nemon叫Solid Age 27岁啊 这样的一个 其实这里面的啊 这一段话结合这个图的意思 就是说它根据那些啊 域名 域名的话 它就是啊 分为不同的啊 存在不同的啊 独立的一些从事 它不是混合的 你看这个图里面的 这个域名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网址的域名 是不是 在每个网址呢 它有意义 要啊 分为多少个 根据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关键词 来作为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里面都有多少个表 每个表的话啊 它又能够称出啊 多个多个对象啊 当然整个来说 它这个database的话 它就相当于来说啊 比较 比较小 你小数字量的啊 简单的应付一下啊 不能当做 不能当做那个 像我们本地那样的 可能是存几十万条啊 甚至更多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 因为你想想我们网页嘛 一般的网页内容 可能就是几个十几个啊 有几十个网页 你一个网站的话 应该就不得了了 是不是 所以它就小数量的啊 存一下 第二个本地存储的特征 就是catch啊 这个catch就是缓存 其实我们浏览器的话 很多时候啊 它里面不是有短暂的 临时的缓存吗 你可以设置一下是吧 有的很的 你一旦完了这一个 绘画的一个操作的话 它就把它清空了 有的设置就还能够保存一些 这个应用的一个catch 使用应用的一个catch 你可以 指定哪一个文件啊 是浏览器缓存要保留的 并提供给用户离线使用的 那他就是就是 用户不上网离线之后啊 他也能够使用 这时候你的网站工作起来就像线上一样 并且他们不会感觉到真正的在 使用任何差异 那么哪一部分文件是浏览器要保存的 这一切定义都定义在缓存清单中啊 这里面就定义了一个一个例子啊 这个缓存性的那他这个要缓存的啊 要缓存的这里面你比方说他这个 javascript啊 logic的这样的一个javascript 那么因为你下载本地的嘛 现在本地的话你到时候打开这个网站呢 或者网页呢什么东西 他就是相当于不用在在网上下载这个 这样子能够做一些啊 瑞性 还有css啊 这个css这个啊 样式 层的样式 还有一些背景图片之类的啊 那么他定义的这些就是你可以缓存的 那不用缓存的就是网络定义的资源 是哪些方面的 那么其实这个里面的啊 缓存不缓存很多时候一般的就是说 你这个不变的内容啊 你这个网站一些不变的内容 或者又很需要的啊 一般的就可以用这个这个缓存啊 一般的动态的啊 动态的最好的话不用缓存 因为他跟着网站的来变化嘛 是不是 所以啊 这就是缓存的一个一个用法的一个设定 所以有了这么多 有些存储啊 呃缓存呢 本地存储啊 那么他就啊 这个里面的就能够啊 方便很多啊 啊有时候甚至他们那个使用的 其实上线使用的话 那么他快速度也很快 他就像读本地嘛 他有时候不用下载那个网上的一些内容 啊设备的一个兼容性 ATML5 提供的脱拽啊 和脱放啊 抛弃了传统DOM中的Mouse down Mouse move Mouse up 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就File API中的File reader啊 让其更容易操作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以前的话啊 尤其 你这个DOM或者是我们那个地图上操作 很多都是这种Mouse嘛 跟着你的鼠标是吧 捕着你的鼠标 他当了DUN啊 Move up 那么他这个ATML5里面就是有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托放的啊 就是相当一个有一个 现在来说有一个简化的一个感觉一样的啊 你比方说他这个图片里面啊 将图片拖一再去 那么你拖进去啊 就可以了 他就他就能够能能能能够识别了 能够作为相关的一个处理的啊 拖放文件呢 拖放图片 这个就相当相当的简单 你比方说你要在开发一个网页啊 你要接触别人别人处理的一些内容 以前是不是要做上传呢 其实如果有这个拖放的内容的话 就是他使用的客户在他的电脑上 像你指定的那方 拖放一个文件 那么你这个就能够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就相当于在做后面的处理 这样就相当于一个简化了啊 这简化了这些工作 另外的话是一个连接特征啊 连接特征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呃 HTML啊 它是一个啊 无状态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相当于 你发送一些就是说你有一次请求 你跟他的那个服务器进行交互一次啊 他中间一般的是不保存的 那么这个客户端跟那个服务器端就相当于 就是你每次啊这个要有建立一个这个Socket 打开这个Socket啊 你交互一次 交互完的话你就把它关了是吧 关了 你第二次的话再用你要的重新open 那么再是建立连接再次请求啊 这样的就是以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webSocket 他有一个 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你你open 连接了之后 他有一种像那个啊保存状态一样的啊 就是你一次打开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多次跟那个服务器间进行交互啊 进行数据的传输 最后你不使用的话 你就把它close掉啊 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就会方便很多啊 这就像我们有点像素质库里面那个 那个连接池一样的啊 一般的素质库 你可能很多时候打开一次关一次 做一次插进关了是吧 这样就就蛮好滋润的 那么你可能搞个素质库 只要你把它打开 你可以 连接池打开了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多少次之后啊 再把它关闭 这样的话就会节省一些 这种开啊 关了 连接了关了这种啊 这种私人啊 这个就是现在web circuit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桌面通知的一个功能 其实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给你一个提醒嘛 是吧 一个pump up 提醒提醒的话 比方说我们打游戏 那么游戏里面不是很多的里面有 有一个有一个提醒吗 是吧 你公子你现在打了两个小时啊 提醒你现在要注意消息了 是不是 就类似这个网页的话 哎 他现在也新增这样的一个功能 啊 通过桌面系统啊 在用户桌面弹出一条通知 无论用户是否浏览器当前夜啊 甚至最小化的浏览器啊 通知尊贵达到桌面 也就是说你这个浏览器你开了 不管是只要是处于这种开的状态啊 他都可以发送这个这个通知里面啊 再看一下这段这段段码啊 这段段码其实就是说你check的这个percent 啊 这个许可的话啊 等于这个连到这个标签下 那么他就他就来发生一个一个通知啊 这里面就是通知有文字的带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让你休息一下啊 这里面还设定了那个时间 多少时间之后啊 1000毫秒乘60 乘个20啊 大家计算一下 1分的20分钟 这样的啊 如果不止浏览器就知道 所以他就是上的有一个提醒啊 相对来说 你比如说你这个哎 你发现人家在这个网上逗留的时间比较长 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一些提醒 网页多媒体啊 下一个网媒多媒体特征啊 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啊 这个html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方面 那么audio video啊 标签引入可以直接处理 并播放啊 对应的啊 音频视频文件啊 这个下面有有有这样的一个啊 那么以前的啊 音频视频呢 甚至还要做一些啊 引入一些啊 小的小的那个啊 插件第三方的啊 才会处理好 现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就方便多了 毕竟他的能力比较强 另外这个是web实施的一个通信啊 是在应用视频会议啊 实施广播 多方会团 点对等应用等新协议 与APM 下面一个是三维图形与特效的一个特征啊 这个里面主要是讲的这个画布啊 convers 画布软速 客户传统网页中无法实现 绘制实量图形啊 引入了convers 采用javascript的啊 实施绘图啊 这个一图以前就会图就不换 那么 也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converse你可以画点的画线的画面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单代码 javascript converse javascript的一些代码 那么converse它的id 宽度高度都是300 现在一个主行的一个converse 那么你在这里面画 document id get it made by id converse get content 就是二维的一个 里面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矩形 再画它的那个中间的话 你画弧 画人弧 再给它的这种线的宽度是多大 它的那个comfort round 再一些它的颜色是什么 strike 就是做一些设置 也就是像你这个画布里面 你可以在里面画图 设定图的到底是填充的颜色 这当然这个里面就是很多 很多方面的 很多方面的那个 各种各样的图形 各种cs的方面的内容 就是很多 就像这个图里面画了一个矩形 黑色的还画了一段弧 这个就相当于方便的画 那么这个converse 对这个scale 使量的地图 使量图 它们两个尺度的使量图 两个作为一个对比 相同的和不相同的地方 那么先看一下它们相同的地方 真是HTV5规范的一部分 真能实现图形和动画 均可以通过脚本编程 控制显示 那么它们不一样的地方 converse 依赖分辨率 不支持事件处理 也就是你在上面画 你把那个id把它调成这个 你就画就可以了 弱的文本渲染能力 能够以PNG JPEG格式 保存结构图像 把它保存出来 上面画的那种保存出来 最适合图像 密集型的游戏 其中的使得对象 会被频繁重化 在上面 SVG的话 就是不依赖 分辨率 支持事件处理 这是它的好的 这个图像 其实它就是一个graph 它能直接事件处理 最适合带有 大型渲染区域的 应用程序 比如谷歌地图 复杂高度 复杂度高 会减少 减慢渲染的速度 任何过度使用 多么的都应该不会不快 所以不适合 不适合游戏应用 它这个 就是因为它这个 渲染的速度会 大量的情况下 就会有问题 所以它就不适合游戏 那么这个里面 也来一个例子 这个Compers画布的软素 600万 600万旋带构成了 一个shapefire 这个密密麻麻的 在上面都能够 都能够展示 这个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一些 一些道路啊 设置方面的 现在方面的内容 另外一个是web.jr 是一种3D绘图标准 有别如以往 在浏览器中 加载插件技术 可直接在页面 使用 利用JavaScript 实现3D图像的展示 反正是做3D的 就是说 利用JavaScript来支持 这种图像技术实的 Werb.jr 解决了网络环境下的 两个主要问题 无需任何插件 无需任何插件 以前的话 你要开网页里面 要加3D的话 你还得加个插件 就是让那个插件来 支持你的3D的这种展示 那么底层采用图形 硬件加速 是通过统一的 标准的 跨平台的 OpenJr接口 实现 也就是实际上 他把那个OpenJr 那一套的一些接口 一些实现的内容 转移到这个 转移到这个页面来 这个JavaScript里面 来实现 当然他 他就是 他有些你在网页上的 实现的这个渲染的功能 当然没有这个 本地的 本地的 但是的话 他变成了这个标准的话 就像流冷器支持 流冷器支持 其实的话 在客户端的话 就是调用 调用客户端 本地的 这种图形 加速性 就能够 也能够就是 加快他的一些渲染 这个几张图片里面 就看着呢 一些渲染的一个 一个结果 下面一个特点是 新的预级成 XMLHTB Request 2 那么这个就是 那个一步请求的时候的时候 就是 一步请求里面的一个函数 2 第二 就是作为 XMLHTB Request的一个改进吧 XMLHTB Request XMLHTB Request 我师傅来挂 Nev 挂任务和那个 Nev2的话 在功能上 有很大的一个改进 稍等一下 我把那个同学的声音 把它 Mute掉 那么我们来接着 接着来讲 Fuda在功能上有了很大的改进 支持 增加的内容 啊 除了上一个总的一个内容 啊 这就 在还有多少没有 没有加载的 另外一个啊 CSS3 就是层底样式嘛 就相当于啊 第三代了 嗯 那么这个里面的 就主要它的作用 主要就是啊 做一些啊 样式的啊 一些美化的一些工作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它这个里面就是 选择器啊 选择器 这里面 当然你这个可能就是 啊 这个要在实际意用中啊 可能就会 会对这些 啊 这些语法呢 就会熟悉一些 啊 属性选择器 结构性伪类啊 反显伪类 同级元素倍 啊 同级元素选择器 那么我看属性选择器 啊 这个 有这个 一的啊 第一个的这种啊 尖号的啊 匹配属性的值以 VA开头的一个软素啊 就是说 这种 还要是美然幅的一个等号的啊 就是以太为结尾的 新花的啊 主要就是 有还有这个啊 软素的 这个是 就是css 啊 他定义啊 匹配的 结构性伪类啊 这个第一个是一个 tudent n 就是匹配 负软素的 dn个子然数啊 第一个编号为一啊 需要注意的话啊 不是从零开始吧 啊 那么tudent里面的ord的话 嗯 那么他就是一个基数是吧 基数啊 过子元素啊 啊 那么if的话是偶数的意思 就是匹配负软素的偶数过子元素 反显尾类的话 not啊 就是不是啊 不符合当前选择器的任务 就是不符合这个s要求的 啊 同级元素选择器 ef 匹配任何在1元素之后的同级f 当然这个讲的有点抽象啊 大家以后的实际过程运用中 就是这个选择器是什么意思 就是相当于 你要选择一些对象啊 选择这些对象之后 你就可以对这些对象进行 一些啊 样式的设置啊 或者是重新设置啊 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选择选择目标嘛 是吧 选择对象 那么这个它里面的色彩color啊 这个里面是透明度 那么不同的透明度的话 它展现的效果啊 第一个是透明度展现的啊 第二个就是 HSL的一个色彩模式 我们知道这个是表示 色调饱和度或亮度的啊 还有一个色调模式就是下面的一个RGB的是吧 红绿栏RGB啊 这个是一个透明度的 这个这个是我们两个的 这个都是比较一些常见 这一说大家就要好理解 下面一个是分栏 也就是说这些啊 这些内容啊 就是把它分成一个一栏一栏的啊 那么它就是有一个自动的一个一个过程 就能够把 如果像以前的话 没有这个 那么它可能就是说啊 把它分为三个大夫 三个大夫把它一一拼起来 拼起来这三个大夫的话 把每个大夫里面啊 把内容写到里面去 那么这个里面栏目 它总共有三个啊 那么这个栏目的一些规则 一些设置啊 一些设置 再一个呢 它的那个栏目这个gap之间的啊 两个字符啊 gap之间的间隔啊 两个字符就相当设定了 当然它还有还有更多的一些属性 你可以可以设置 另外的话是一个啊 这个border啊 边框 那么这里面设置到一个啊 软角的边框啊 软角的边框 就是说这个边边的这个软角 那么这个设置的啊 设置的这个软角的这个半径是多少 这个里面 这个例子里面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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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需要说明的话 它是啊 从上到下啊 就是刚才这个图嘛 1234啊 是按照这个顺序啊 默认的是这个顺序啊 它的那个那个那个软的软的那个 那个弧度是多少啊 弧度是多少 那个弯的半径啊 是这个顺序 所以大家以后要是用的话 在过程中就要注意这个顺序 如果要是几个角度是一样的 那就无所谓 但是你要是讲的不一样的话 有的大有的小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到这个顺序 下面的一个是这个啊 阴影阴影盒啊 盒阴影 就是这个阴影boss 一个阴影 那么它的如法的话啊 就是这个水平的啊 阴影是怎么设置的啊 垂直的阴影是怎么设置的 它的模糊 模糊是多少 还有一个啊 还有可选的那个阴影的 阴影的尺寸 还有阴影的颜色啊 还有一些可选的就是外部阴影啊 改为内部阴影 这么一个例子就是相当于它那个水平的啊 垂直的啊 模糊的距离啊 再一个就是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 这个设置 另外一个是这个text啊 就是像这个文本 这个文本的阴影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阴影也是水平的垂直的 这个模糊的距离 再是一个颜色啊 一般的就是一条啊 这个里面这个例子里面啊 它可能设计的很很多条 其实就是说这这么多条啊 同时在起作用 就感觉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阴影的一个状态啊 你要是只是一条阴影 那一般的就是一种颜色嘛 是吧 那个阴影那么混合的啊 不同的话 那就感觉到效果 效果就感觉到更炫一些啊 大家以后也可以借鉴的这种这种方法 就是它那个啊 它能够使用多个阴影 同时使用叠加 再个是一个text 就是说这个text如果溢出的时候啊 溢出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么它这text overflow的话 它有三个 一个是clip啊 裁剪啊 裁剪文本 裁剪掉 你设置 如果这种啊 损捏的啊 再个就是一个字符串的啊 这个损捏的就是显示损捏符 来代表被裁剪的一个文笔 这里面有个例子 就是对象类文本的损捏了 String的话你可能是啊 再写一个字符串来提示说这一部分损捏了是吧 损捏了一万个字啊 就是类似的这种 这种还有一个渐变 渐变的 线性渐变 一个是线性渐变 一个是镜像渐变 那么线性渐变的话 它的refer是开始表示方向啊 但是各种各样颜色啊 从哪个颜色到哪个颜色 再到哪个颜色 这里面有个例子 to right 像右 就是从左到右啊 read 你就是read 再到orange 再到yellow 再到green 再到blue 啊 就是类似的后面 这两种就是这种渐变 也就是按照 它没有按照那种 按照均匀的那种那种渐变 那么这个 direction的话 你还可以 还有规定的几种啊 从上到下了啊 从右上到左 左下了 或者是从一个角度啊 那种那种渐变 它都可以这个direction的话就可以设置 另外的话一个是镜像的渐变啊 镜像的渐变就是这个啊 这个shape size 这个shape啊 shape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什么 当时是一个突然的还有一个circle的一个软的变化 再就是说中间的有哪几个颜色到哪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它没有是说什么的话就是默认的啊 默认的就是突然的那从一从红色的到 yellow的再再到这个rgb的这个颜色啊 这里面的机箱间边的话就刚才说的啊 颜色真人分布的机箱间边就是相当于默认的嘛 啊颜色不真人的你比方说 你从5% 就是5%是红色的啊 1%的15% green的话 百分之啊 百分之六十啊 像这样的啊 一个设置 进行间面就是那个渐变的话啊 circle的话啊 就是一个软的啊 一个软的路径在进行间边 还有一些变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形 当然它这个变形的标签也有 也有很多啊 这个啊 rotate rotate 还有旋转呢 这个scale就是放大缩小啊 放大缩小多少 有的是整个的 xy的 还有一个x的 还有一个y的 不同x方向 y方向 translate 变换的 还有是sec 这种纳深的啊 是按照一个什么样子的 也是它都是可以从三维啊 xyz 三个方向来 来做的 三个f到这个三个零的这种 那么它可能就是说不同的浏览器 它可能对这个支持 就不一样 那么前面有一个前缀的作用就是啊 对跟着不同的浏览器来 来支持啊 因为有 你你就是写一种的嘛 那么可能某个浏览器就不支持它呢 那么这个前缀合适 去掉为当一个属性成为标准 并且被啊 各种浏览器啊 最新版本普遍兼容的时候 其实的话就有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好 HTML其他更多的一个特征啊 后面我们再再说啊 那么我们这节课啊 先上到这里啊 休息十分钟啊 2点55啊 回来再再接着上啊 先大家先喝口水啊 休息十分钟啊 2点55再回来 再接着一起喝口水啊 油泥 水啊 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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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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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准备回来了 我们准备要接着上课了 接着上课了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的话 主要是讲到了这个HTML5的 这个HTML一些发展新的特征 特别以前的 所以以前的 默认大家对HTML有一定的了解 刚才一些新的特征 那么除了刚刚的一些新的特征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 像我们的Geo Location 就是获取浏览器用户的地理位置 还有一些Post Message 实现跨文档 跨域的消息传输 Web Workers JavaScript多线程 工作解决方案 还有这个 Transitions and Animations 这个CSS的一个过渡效果 动画效果 这个Customer Data 属性的 定义合法的 DOM的属性 Media Query 针对不同设备 显示不同的样式表 一些新的一些特征 当然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呢 都是因为 都是有关涉及到 API代码方面的 这个可能 只有大家现在就是大致讲一下 可能有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 可能就有一个感觉 但是真正你要熟练 利用他们啊 他的那个属性的方法 每个月你可能是要在实践中 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啊 这个 现在纯的听的讲的话呢 都都都只有一个啊 一个一个感性的一个认识 HTML5作为新规范 也存在一个不足啊 各种浏览器的支持程度不一样 当然因为这个还没有 完全的一个发展好啊 这个 所以他那个 一般的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随着这种浏览器的 版本的基心的话 他可能就会支撑的越来越好 但是国内存在着高比例的旧浏览器 因为旧浏览器 他他那个还没有支撑嘛 所以他这个Edema工作 支撑的效果就不好 兼容性不同啊 与视频格式啊 开发工具不见钱啊 规范为正式发布浏览器 效率未达到理想啊 因为那个像那个啊 视频啊像那个视频一样的话啊 这个你视频太大的话 是不是他那个很多时候的那个效果 效果就就不好啊 当然因为这个实现的话 效果怎么样也要看每个浏览器的一个支持的情况啊 下面的话讲了一个是JavaScript的一个框架啊 那么JQuery这个LTML啊 CSS啊 JavaScript的一般的这个页面里面是 基本上啊 基本上来说倒是不能少的啊 这三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JavaScript主要是讲框架啊 JQuery的这个框架 而不是JavaScript的基本的啊 就是默认的啊 就是大家对这个JavaScript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他就包围这个框架介绍JQuery啊 主要是重点介绍这个Query 这个就是说客户端的这个框架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么为什么要这个JavaScript的框架 就是为了简化JavaScript的开放啊 一些JavaScript的酷啊 诞生的 那么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Java一样啊 Java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框架啊 就是说可能一些基本的API的话 你觉得有时候用的不方便是吧 效率不高 那么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啊 框架啊 这就是框架诞生的啊 这个相对来说Java框架还是比较多的啊 这个JavaScript的框架也是一样的 也是很多 那么JavaScript的酷封装了很多日定义的对象和使用函数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啊 有了这个酷有了这个框架之后 方便方便到实现 他就是相当于已经封装好了啊 帮助使用者建立有高难度 交互的 Web 2.0特性的一个啊 啊 RII的一个页面 且兼容过大浏览器啊 这个JavaScript有时候他就 里面的就是兼容浏览器的工作 他就啊 在后面做已经屏蔽了 他已经做好了啊 RII具有高度的互动性 丰富用户体验以及功能强大的一个客户端 JavaScript积极框架是实现啊 这个复英特内的应用的一个啊 主要工具 那么这个JavaScript的啊 为什么是JavaScript 其实就是有一些优点的好处嘛 就是JavaScript框架可以创建互联网 应用程序 而JavaScript框架可以用来解决浏览器差异 实现跨平台 就是他 他帮你啊 做了这件事情 JavaScript框架是一组能够轻松生成浏览器兼容的 JavaScript工程的代码的工具和函数 JavaScript框架可以更容易的 编写便利 减数便利操作Dome的软速的代码 也就是他帮你封装好了 框架可以操作Dome对象 利用CSS样式类改变对象的一个外观 那么JavaScript框架呢 基本的特征啊 就是相当于这个选择器啊 涉及到选择器啊 Dome的便利啊 Dome的操作啊 使用函数啊 事件处理啊 Ajax啊 整整这些方面 那么JavaScript框架核酷可以说是 Carrie项目中最庞大也是最 最累的项目了 目前在GDHOOP上 这一类的项目最多 并且几乎每个的时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 项目续转网络摄取 虽然推动了创新的发展 但不得不说 Carrie前单的一个开发者们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框架就很多了嘛 就是啊 很多 它可能是每个框架有不同的特点 或者不同的侧重啊 这里面就 涉及到这么多 那么最近我们这一单 这门课的话 大家也可以了解 后面就会慢慢来解 至少也要接触好几种框架啊 即使不是说 怎么熟练死定这种啊 可能至少听到这个名字啊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有几个啊 雅虎的啊 独久的啊 独久的啊 独久的 你像这个基金会独久的 那么那个啊 XGIS Surfer里面的啊 它那个就是使用的这个独久了啊 还有Move Tools Prototype啊 Prototype就是 这个是以前用的比较多的啊 再一个就是啊 JQuery JavaScript的一个JQuery的啊 框架 那么 那么为什么是这个JQuery啊 这个JQuery有哪些优点啊 就是说为什么介绍这个框架 大家可能以后啊 过程中也会使用的啊 这个方面的 那么JQuery是由美国人 John Riesk 于2006年初创建啊 至今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众多JavaScript高手啊 加入其team JQuery是继承啊 GPrototype后 又一个优秀的JavaScript框架 其终止 Rentiness Do More 就是写更少的代码 做更多事情 其实所有的框架啊 基本上都是 都是做个宗旨 而不是说 仅仅它一个 就是为了简便嘛 是吧 为了方便嘛 所以大家才用 JQuery是轻量级的JavaScript框啊 是其他JavaScript不及的 兼容CSS3 兼容各种浏览器啊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 JQuery是一个快速简洁的 JavaScript框 使用户能够方便地处理 HTML Document事件 实现动画效果 并且方便地为网站提供 AJAX的一个交互 JQuery能够使用户的 HTML页面代码和HTML内容分离 即不用再在HTML 插入一堆JavaScript 来调用命令的 只需定义ID 所以它这个 查找这个ID啊 对ID进行操作 JQuery有一套的东西 JQuery文档说明期前 同时有许多成熟查件 可供选择 其实的话说了正的 就是它几个方面的好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下载啊 一般呢就是下载了之后啊 跟着你的页面放在一起啊 这个Script的Type啊 这个TextJavaScript 这个SRC就是这个圆嘛 你就是说把它放在了 哪个下面啊 哪个文件角下面呢 这个指导这个文件 JQuery放在哪个地方 那么你跟着你JQuery的 JS的一个放着文件在这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 把那个JavaScript文件下载 下载服务器上啊 放在服务器上啊 跟着那个一般的 跟着那个ATML的两个 放在一起的情况下 其实还有一种是在线的啊 就是说你通过一个 网络连接的一个 一个URL啊 在线下载啊 在线下载 这个JQuery 都有这两种方式 一般的都是有两种方式啊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介绍了 其实就是介绍了一个 一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来说明 它这个就比较方便 页面的载入 就是Window Unload 方法长久以来是程序的 程序员解决客户端 页面载入的一个问题 只有少数大型的图片 文件会被快速的载入 而大部分 大型的图片会使用 Window Unload 载入的很慢 那么JQuery有一个用来作为 Dorm快速加入JavaScript 独行运手的一个小型就是Ready 它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Dorm Ready Ready的话就是一个函数 Ready的话就操作这个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就 这个JavaScript这个例子就是 开始是引入 引入这个JQuery的这个JavaScript 在后面进行了一个 一个操作 当它Ready的时候 就调用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弹出一个Hello World 就是Energe是弹出了一个对话框嘛 这里简化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function 发生做什么就是弹出一个对话 加入的时候 那么JQuery对象就是通过JQuery包容 Dorm对象后产生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 不就是Dorm一个对象吗 其实它要先把它变成JQuery对象 因为JQuery就是处理 针对JQuery对象进行处理 其实它们两个是可以转化的 JQuery对象是JQuery独有的 如果一个对象是JQuery对象 那么它可以使用JQuery的方法 这个里面 有一个例子 这个美然符 这个test.html 它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获取ID为test元素的内的一个HTML代码 这个text加这个警号 就是表示一般的HTML前面就定义的嘛 定义的它有一个标签 叫ID的话就是test 这里面就相当于 以用指明这个 那个ID为test这个标签 这个JQuery JQuery就是美然符 就是美然符就是变量的 就像一个JQuery对象 ID为test这一个JQuery对象 把它那个HTML 那代码把它引用过来 获取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代码就等头 Dorm的 就是Document GetElementById Text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写法 以前写普通的JQuery的写法 Dorm的 GetElementById 就是得到一个test 在它的inner的HTML 它里面的HTML 就是一样的 就像你从这里面 就看着它就是相当于 要一个简写 简化一些 其实它这个简单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JQuery对象 是包装多么对象后产生的 但是JQuery无法使用 多么对象的任何方法 同理多么对象 也不能使用JQuery的方法 那两个是相当分开的 约定 获取JQuery对象 在变量前面 加这个美然符 这个变量 变量一 这个美然符 JQuery对象 一定有这个 就是现在有个标识 这个美然符标识 这个是一个JQuery的 一个对象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多么的一个对象 那么对如已经是一个 多么的对象 那么只需要一个 这个美然符加个括号 把这个多么对象 包括起来 就可以 获得一个JQuery对象 其实就是现在把多么对象 把它进行转化了 转化了一个JQuery的一个对象 其实这个转化起来也挺方便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你比方说 它那个input 它的type text的 user的user name id的username 如果把它转成 JQuery对象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user name 就是一个JQuery 加上一个美然符 把它扣起来 就变成一个JQuery对象 那么有了这个JQuery对象 那么它的操作就是 通过JQuery的第一的方法来弹出来 转换后 JQuery对象可以利用JQuery方法 来获得相关的属性 数据 其实就是 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有两种JQuery对象 转化为多么对象 有两种方式 将一个JQuery对象 转化为多么对象 一个就现在我们那个 数组里面的 加上一个 这个所以 第几个 或者是一个get index 那么JQuery对象 是一个数组对象 可以通过 这个 这个 这个下标的 这个标识 还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那么转化为多么 多么的对象 它也可以转化为一个多么对象 那就是说 这个username 首先这个username 这个id为username 那不就变成一个JQuery的对象 是吧 alert JQuery对象 就是它的值 张老师 那么这个是JQuery的方法 那么把它转化为多么的方法的话 就是像这个JQuery的 这个 这个对象 username这个对象 这个数组0的 就是像它第一个 其实也就是能够把它转换 这相当于已经获得了它一个一个多么的对象 那么后面的话 username就变成多么的对象 那么这个多么对象呢 value alert 就是多么对象呢 那么JQuery本身提供了 通过get的方法 得到相应的一个多么形象 也是get0 这个需要说明都是从0开始的 从0开始的 你就这个里面就要看前面有没有啊 这个美元幅 有的话就是一个JQuery对象 没有的话 就是一个普通的对象 多么的对象 那么JQuery的一些核心函数 就是这个JQuery JQuery这个元素 那么美元幅 包括它的一个 包括它的一个元素 将一个会多个多么转换一个JQuery的一个对象 可以接受XML文档和Windows对象 可以不是多么对象 作为有效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JQuery Windows的JQuery 再是那个功能 这个内容 这个JQuery这种元素的应用方法 那么JQuery的这个表达式跟内容的 也是应用通过这个美元幅 美元幅 可以前面一部分是表达式后面一份内容 那么JQuery的核心功能都是通过这个函数实验的 基本上向它传递一个表达式 根据这个表达式 查找所有匹配的一个元素 这个里面查找DAV下面的A元素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美元幅扩号里面的DAV 这个箭头 应该这个指向它的一个元素 后面的话一个DAV 这个XML的这个Response XML里面的这个DAV 那么JQuery这个HTML加的这个美然幅 那就变成了一个JQuery的一个对象 跟着HTML字符串动态创建结构 对象包装的一个DAV 其实的话就是现在这个HTML了 就变成了一个JQuery的一个对象 一个DAV对象 那么有了这个DAV对象 你就可以用JQuery的方法 比方说Apple2 Apple2就是把这一段 把它加到那个玻璃的标权的后面去 你看这个里面的那个 里面下面两个ATML的代码 这个一个图像 一个图像的的数据源 图像1图像2 那么JQuery的代码 就是说这个图像的size 两个下面那个就是给的第一个 得到第一个的一个影响 其实就是test1.gpj 就是说它这个就你用的时候就缩载了 那么JQuery的选择器 选择器是JQuery的根基 其实选择器其实就是查找的 你要查找它的元素 查找它的属性 进行定位后面进行操作 这个就是这个选择器 选择器 那么在JQuery中 对事件处理 便利多么和Ajax操作都依赖于选择器 这个选择器的优点 写法简介 这里面举了个例子 那么美元幅括号 这个ID 表示ID的 这个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Document 第二 Element ByID 这个ID这样的 后面呢是一个TagLame TagLame就是 ByTagLame 就是一个直接的名字 所以你就看这个JQuery 它这个查找的时候 它那个括号里面 前面有没有警号 如果有警号 一般的就是后面的 就是指了ID 没有警号的话 就是这种普通的一个标签名字 它们两个注释的话 就是相当于一个等价的 第二个是完善的事件处理机制 就是你比方说 那个普通的就是Document GetElementByID 这个ID 就判断它是不是存在的 如果存在的话 把它样式 样式的那个Color 设为Red 那么要是用JQuery的话 JQuery的话 就是先以用 是吧 这个ID的这样一个 一个软速 它的CS 再把它CS作为设置 CS的Color 是Red 这个Color这个属性 把它设为Red 但是有一点的话 是使用JQuery 获取网页中的软速 即使不存在 页面也不会报错 页面也不会报错 这就是它的一个不足 那么基本的选择器 这里面有一个列表 就是做了一个相关的 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警号ID 其实的话就是根据给定的ID 匹配一个元素 单个元素组成的集合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 第二class 就是给定内的名称匹配 Element 就是啥都没有 没有点也没有警号 那就是普通的指定的 软速名称 来做匹配 那么新花的话 就是所有的 新花就是所有 再是section1 section2 sectionN 就是多种 把它一起来 返回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例子 你像这个下面的例子 三个代码例子 第一个是 这个美元幅 括号 这个警号1 其实就是相当于指的 这个AD1的 哪一个 哪一个人数的标签是 它的ID标为1的 就引用了 它的CS就是Background Color 把它那个背景颜色 设为Red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个美元幅 括号P 就是叫P的这个元素 那么CS就是把它那个Color Red Background Color 就是后面的BBFFAA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那么后面的话 美元幅 括号H1 到号 在这个警号1 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是H1的这样的一个软素 和那个ID为1的 这样的一个软素 那么他们的Background Color 作为这种BBFFAA的这种颜色 也就是说它这种 你要是通过ID来引用 是怎么个引用的规则 你通过软素的名称 是怎么样的 怎么规则 你通过Class Class名称是什么样子 其实在一个软素 它很多时候就有一个ID 也有一个Class ID都可以 下面第三个例子 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兜 那个嘛 集合的嘛 集合的一起 中间用逗号可开 那么层次选择器 层次选择器 它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 这个祖先和后代 选取祖先所有的后代的元素 就像这个BodyDiv的话 就是说这个Div的 所有的这个Body下面 这个Body后代的 所有的Div 那么还有一个Parent的 Todent 就是选起Parent的元素下的 Todent的这个子元素 那么与这个祖先 这个后代的区别是 祖先后代选择的是后代元素 它是它选择的 也就是说它中间是当地空的 还是这个 类似于这个大月号这样的 它们不一样 还有一个是下面两种 第一个是中间是个加号的 就是选起紧接在 Proof元素后的下一个 就像Next元素 就是比方说这个 ID为1的下面的一个 一个Div 那么还有一个 Simple是兄弟元素 表示Proof元素后的所有兄弟元素 这样的一个 其实的话就是相当于 你怎么选择这些元素的一个 一个方式 所以当然你这个东西 这个看着头都晕了 你可能就是实际操作 实际写 练习的时候 你可能就写个一两次 过滤性选择器 主要是通过特定的 个例 规则 规则来筛显出所有的多么元素 该选择器 以冒号开头 按照过滤规则 可以复为基本过滤 内容过滤 可见性过滤 属性过滤 此元素过滤 和表单对象属性过滤 下面就 后面就看到这几个过滤 基本的过滤区 就是这个.first 选取第一个元素 就是说 某个元素 .first .last 选取最后一个元素 这个Lot 就是Selector的话 就是除去所有的 给定的 选择器匹配的元素 就是相当于相当于 有点取反的那种意思 是吧 就是不是他的 那种 Even 所以是偶数的所有元素 从零开始 那么Ord就是 基数的所有元素 Equal 就是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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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ID的 这个 所以 Hard 元素 这个 大于 小于 这个 header 所有标题的 后面的话 这是所有动画的 animate 动画的 其实 后面还有一个 内容过滤选择器 第一个是contents 内容 就是包含的 选取 还有 文本内容 为text的元素 就是包含的 empty 就是选取 不包 含义元素 或者文本为空的元素 has 就是有 含习有 选择器所匹配的 元素的元素 parents 就是选取 有子元素的 或者文本的 一个元素 就是像那个parents 可见性 就是hidden 就是看不见了 就是选取 所有不可见的元素 feasible 就是选取 所有可见的 一个元素 这个 这几个都很类似 从字面上都能够 看得到 没什么意思 属性 过滤选择器 那么这个属性 拥有此属性的 你属性名嘛 一般的就是 这个 中括号 这样的属性名 如果这个属性值 等于什么的 元素 那么属性值 不等于 感叹号 这个不等于 这个还有一个 那个肩括 向上肩的那个 选取属性 以开头的 有开头的 就有结尾的 这个美元幅 就是以他结尾的 就是新花的话 表示还有的 所以当时用的时候 大家不要把这个 寄混的 就可以 大概还有那个 sector1 sector2 sector3 就是 就现在是多个属性 多个属性 你还有他的 同时满足条件的 这样的一个 最后的选择一个结果 这个子元素过滤的 一个选择器 这个里面就有 这么几种 DN个孩子 DN个孩子 就是选取 每个负元素 下面 index子元素 或者是 GO元素 还是 这个里面 index的 GO 还是一个等 这个具体 你选一个 就可以了 first children 就是第一个 Natschun 最后一个 only children 就是只有一个的 负元素中 唯一的子元素 那么就被比赛了 还有一个表的对象 属性的一个过滤性 enabled 就是所有可用的 disabled 就是不可用的 checked 就是被选中的 往往是单线框 负线框之类的 slacked 就是下了菜单 下了列表的 snaked 或不slack 刚才的是 JQuery里面的一些 对象的神域 其实就是说 你这个 有这个JQuery的对象 它是一个 DOM的形式 那么你怎么 把它的相关的 软速 标签 什么的 把它找出来 其实就是通过 刚才那么 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 规矩来去做的 那么这个DOM 文档对象 这个一种浏览器 与浏览器平台 无关的 使用该接口 可以轻松 访问应用 所有的一个 标准组件 DOM它做了 一个分类 Core HTML DOM 还有CSS DOM 这个Core 的话 DOM Core 并不专属于JavaScript 任何一种支持 DOM 程序设计 语言 都可以使用 它的用途 并非仅限于 处理网页 也可以用来 处理任何一种 用 标记语言 编写出来的 一个文档 HTML 而DOM 使用JavaScript 和DOM 为HTML 文件 编写 脚本时 有些人属 属于HTML DOM的一个属性 CSS DOM 就是 针对于CSS 操作 在JavaScript 中 CSSDOM 主要是 用于获取和设置 Style 对象的一个 各种 样式 那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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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 都是一个DOM 里面的 常见的 一些操作方法 而PEND 就是在 向每个元素 内部的 结尾处 追加内容 而PEND 就是追加内容 而PEND 2 就是 将每个 匹配的元素 追接到 指定的元素 内部的 结尾处 那么 指定的意思 PREPEND 就是 向每个 匹配元素 内部的 开始处 插入内容 那么 2的话 代2的话 就是将 每个 匹配的元素 插入到 指定的元素 内部的 开始处 这个方法 下面的 after 从这边 后面 就是 每个 匹配元素 之后 插入内容 Insert after 向每个 匹配的元素 插入到 指定的元素 之后 before 就跟 那个相对的 向每个 匹配的元素 之前 插入 Insert before 向每个 匹配的元素 插入到 指定的元素 之前 这个 都从字面的意思 能够看得出来 后面 有一些 节点 remove 就是 删除 删除所有的 后代 节点 返回当前 删除 节点 的 一个 引用 还有 Empty 就是 清空的 清空 所有 后代 节点 不包括 不包含 本身 复制 节点 直接 扩案的话 就 可能的话 就是直接 复制 仅复制 返回 复制后的 复本 如果加个 true的话 复制 软速 同时 也复制 对应的 一个 事件 后面 有一个 替换 节点 替换 所有的 包裹 节点 这些都是 一些 多么的 一些 操作 还有一个 属性 这个属性 一个参数 就是获取 值 两个参数 就是为属性 设置 就是说 你这个属性 毛毛属性 加一个参数 就是说 这个属性的 值是多少 如果加两个 就是前面 相当于一个 这个属性的 名字 后面 这个属性的 值 就是设置 这个属性 remove 属性 就是删除 后面 一个样式 的操作 最佳样式 add classes 删除 remove 切换 这个torg classes 都是同字面的 字面的意思 都很能 所以这个大家到时候 操作了一个 具体写的时候 弄了一个 相关的 都一个意思 都比较好 好理解了 那么 jquery 加载 并解写 xml jquery 这个get 和pose 方式 来加载 xml 那么 这个美人符点 get 就是city 这个xml 后面的话 那么 加载来了 干嘛呢 有个功能 这个功能 就是alert 就弹出来这个xml get get 一般呢 就是get的方式 jquery 解写xml 如解写dome 一样 可以使用find todent的函数 来解写或使用each 方法来便利 那么 jquery中的一个jx jquery的jx工具 把封装了 有三个层次 为了符合命名的规范 可让用户界面 CE比较容易 理解和使用 支持将跨域操作的函数 单独封装起来 作为第三层 这个get script get json node-get-post ajax 那么node-get-post 在jquery 用于支撑ajax的 众多API中 三个最常用函数 使用简单 但可以完成大部分的ajax 和功能 那么这个现在就是 你看看的 node node从字面里加载 是不是 加载这个函数 它的一个url 你要加载url是什么 数据 callback 如果加载好的话 callback该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它的作用就是 载入软程html文件代码 并插入到dormdorm 这个参数 string url 就是string 请求的atml 页的url地址 这个数据是可选的 就是发送至服务器的一个key value的一个数据 它是一个key value的 就是说这个建制队的 它可能是有多个建制队的 callback就是说回调函数 就是你这个请求完的 这个回调函数 自动的会将请求的结果状态 xml http 对象传给该海数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document 它那个ready的 ready的时候就是开始的 加载的时候 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什么呢 这个id为button1的 它的操作是click 如果点击了这个button的话 它做着一个这样的一个function 这个txt id为txt的 这个标签就load 这个对象就load load这样的一个txt node这样的一个txt文件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里面 例子没有 数字也没有 设这个 回调函数 这个load 可选的嘛 第二个get 就是使用get的方式来进行一步请求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http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get的方式请求 一种是post的请求 是吧 那么它的get这几个参数 url 就是一个字符刀 就是一个字符刀 请求stmle的一个url地址 数字也是一样的 就是发送至服务器的这种key value的一个建置对 数字 callback就是回调函数 就是完成请求时 回调函数 自动会将请求的结果状态 xmlhttp 对象传递给该函数 type type也是可选的 它是stream 就是客户端请求的一个类型 到底是json的还是xml的形式 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例子 这开始ready的 ready的也是button 你这个button 按这个确定按钮的时候 get get这样的一个dxp 这样的一个页面 get这个页面的话 它的功能 这个数字和状态 这个功能回调了 响应的数字是什么 状态是什么 你就把这个数字和这个状态把它打印出来 所以它这个get的话 其实就是有两个 这是一个url 数字这个callback函数 这个数字跟type 它都没有写损定了 另外一个是post的 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是get的请求一个post的请求进行一步请求 那么它的那个函数的那个参数也是跟get的很类似的 url date callback type 那么我们就直接看来这个javascript的这个例子 第一个是也是这个ready的函数 这个document ready的时候 button的 button你如果click的话 就是发动这个post请求 这个url url是这个exp 但是这里面传出了数据 数据是一个json的一个数据 name city name叫这样的一个name city的话 darkberg 这样的一个建制队的一个数据 后面的faction faction是回调函数 那么它就是说 回调的话就是数据和状态是什么 这个就是现在一个post的请求 ajax是sql最底层的ajax 本质上是返回创建那个xmlhtprequest的一个对象 还说明jquery的ajax这样的一个opinion 那么通过http请求加载软程数据 jquery的最底层的ajax实现 简单易用的高层实现 就是这个getpost 就是刚才的 就是因为这个是太底层了 所以你可以 调用它那个包装好的getpost的方面来做 getscript 它就是两个参数 一个callback 这个callback也是可选的 url就是请求的atmail的url地址 通过get的方式 请求载入并执行一个javascript的文件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也是get 你当你这个click的这个button的时候 这个button按钮的时候 它就是调用的这个javascript 也就是调用并且执行的这个javascript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这个里面没有回调函数 没有回调函数 没有写 javascript javascript 跟刚才那个script的两个就是像对应的 那么它返回来的是一个javascript 文件 请求javascript 这个里面写错了 不是js文件 是一个json文件 json文件 那么再看下面的那个button的click的话 getjson 那么url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json的一个javascript 就是demo 就是请求这个json的一个javascript 那么function返回来的结果result 那么这个result下面的有个each 就是相当于便利嘛 便利这个result里面的 它那个i跟的那个field 就是那么它是div的 把div里面加这个field 一个个的i呢field 把它field呢 也就是加在div里面去 看到里面有哪些内容 这个json里面 json 所以它这个 不一样的内容 那么jquery的其他的一些功能 刚才的话就是讲了它的一些的选择器啊 怎么选择呢 还有一些发送请求啊 请求的一些操作呢 其实还是它有一些其他内容 用户接口啊 地图啊 游戏啊 文件书啊 轮番图啊 网页内容打印的播放器啊 等等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啊 还是做的 还是这个jquery用的还是还比较多 那么客户端发展的框架的一个趋势 这里面就有一个人的说法事实上只有两种语言一个天天被碰的一个是没有用的啊 这个没有人用的基本上就就就像是消枉的是吧如果天天被碰的说明啊还有人关注还有人使用但是他这的话天天被碰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总是觉得不方便啊总是觉得需要方便方便所以就会越来越多的 啊这种javascript的一些框架尤其他针对不同的你比方说那个 这个open layer里面的一些呢哎那么他就是针对这个open layer就是针对这个地图的这个javascript 酷了啊 那么javascript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口卡的语言啊框架之间各种复杂的一带关系越来越臃肿新的javascript 让那cs库不但涌现客户来从web慢慢向web加啊手机的这种靠拢啊 那我们这几课就讲到这里啊休息十分钟啊十分钟之后也就是啊现在啊三点四十那么三点五十啊我们再接着回来上啊最后一部内容jason或jil jason的啊内容啊十分钟之后啊三点五十我们再回来啊喝口水休息一下啊 喝口水 pc 喝口水 喝口温泳 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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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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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同学,我们接着上课,接着上最后一节内容 那么我们前面两部分讲的是HTML5和JavaScript的框架 JQuery的一个框架 主要介绍了一些HTML5的一些新的方面的内容 对比以前的JavaScript、JQuery的主要的一些规则 它表现这个加个美元幅 它的选择就是选择不同的标签 有哪些用户ID、通过它的名称之类的 来选择它标签 下面再看一下这个Jason和Jil Jason的一个简介 这个它是一个素质的一个格式 那么包括这个Jason和Jil Jason这个两个部分 那么介绍这个Jason之前 我们先看两个图片 第一个是左手边的这个图片 这个是一个XMIR的形式 右边的话是一个Jason的形式 那么从这两个图片的我们就能够看 大家感受到这个XMIR标签它清楚是清楚 但是它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臃肿一些 就是内容比较 就是这个标签太多了 一直这个标签 你比方说那个City 两个三个都是一直City、City、City 这样的话 那么 对这个 素质的解析也是比较有难度 那么有人以前统计 我记得是说说一个XMIR 如果20帐的话 在网络上解析的话 是相当的困难的 现在素质量小还好 一旦素质量很大的时候 就相当困难 那么右手边就是一个Jason的形式 那么它就是主要是 感到那个key value的 坚持对的那种形式 它所以损失了很多不必要的那种重复标签 所以它相对的感觉到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要用Jason的这个数字格式的 它就相对于XMIR来说的话 它可能是表达起来更简洁一些 那么Jason是JavaScript的对象的这个notation 对象简朴 是一种轻量级的数字交换格式 它是基于ECMAScript的欧洲计算机 那行为定义的JavaScript规范的一个字节 采用完全独立于编程语言的文本格式来存储和表示素质 简洁和清晰的层次结构 使得Jason成为理想的数字交换语言 异于人阅读和编写 同时也异于机器解析和生成 并有效地提升了网络传输的效率 这个就是传输箱里 它就是相当的数字上就小一些 那么这个Jason是Douglas Krogford 在2001年开始推广使用的数字格式 在2005年至2006年 正式成为主流的一个数字格式 Yahoo Google就在那时候开门广泛地使用了 这个Jason的格式 那么Jason的一个语法规则 Jason是一个系列化的对象或者是数字 那么第一个是他要六个构造字符 这六个构造字符的前或后 允许存在无意义的空白符 你比方说左方括号 左大括号 右方括号 右大括号 冒号 斗号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 像刚才那个意思 首先的话 他整个的一个Jason的对象的话 就是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的话 他有很多剑指队 比方说一个Lame 中国 他就是一个剑 一个直 中间有一个冒号 就有一个冒号 那么这个剑指队有很多的话 那么他中间就有斗号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比方说省 省的话 他不是整个的话 省的话 其实后面是一个宿主 是一个宿主 中括号表示是一个宿主 那么这个宿主 它是有几个对象组成的 那么又是大括号 这个第一个对象是黑龙江的 黑龙江名字 Cities 有齐齐哈尔和大庆 其实他每一层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 Jason的值可以是对象 这是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扩起来的 宿主 就是中括号 中间的话 用斗号隔离的 他们宿主的元素 有可能是数字 值 字符串 也可以是对象 这个是数字 字符串 或者三个字面值 Force Not True 中的一个 就是由这几种对象组成的 几个方面组成的 其中的字面值的 英文必须小写 就是三个字面值 必须是小写 那么对象是由 这个大括号 华括号扩起来的 豆号风格的 成员构成 成员是字符 字符串 件和上下文所述的值 由豆号风格的 剑指队组成的 整个的就是一个对象 整个的就是一个对象 用大括号扩起来 Name的话是 John Don 豆号 这个又是一个建筑 A级18 Adress Adress的 它的值 又是一个对象 值又是一个对象 它的那个 这个里面的Country 冒号是China Zipcoder 一万 也就是说这个邮政编码 是一万 就是类似这样的形式 这个签套的 这个就是大括号 表示一个对象 所以里面这个对象 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整的 第二个是那个 而Adress的那个 它的那个 Value 那个值 也是一个对象 那么宿主是由 方括号扩起来的 这个方括号 中括号扩起来 那么 131426 这个六个 那么 字符串 Recee和Java的 字符串 非常相似 字符串是由 双引号包围的 任意量的 Ulicoder字符的 激活 使用反斜线转移 一个字符 及一个单独立的 字符串 数字也与C或 Java里面的 数值非常相似 图去外存 使用的 8进制 与16进制的 一个格式 一些合法的 Jason的实力 这里面就是Jason 第一个是 那么第一个 其实就是整的是 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那个花括号 大括号扩起来 是吧 那么它有 A 一个建制 对 A的 A1 B B的建制 B 那么 FanU的话 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123 中化过能 是一个123 一个数组 那么第二个的话 是一个数组 那么第一个软数 是1 第二个软数 是2 数字1 数字2 第三个软数 是字符串3 还有一个引号码 第四个软数 是一个 一个对象 大括号 它就是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里面的 建制的话 就是一个A 它的值是4 第三个3.14的话 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那第四个 Platix的话 就是一个字符串 其实这里面 就是主要一个 四个例子 第一个是对象 对象里面 第二个是一个 数组 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 软数 可以不相同 再个就是数字 再个就是一个 字符串 那么Jason和JavaScript 对象的 一个关系 两个相反 Jason是JavaScript 对象的 字符串的表示法 它使用文本 表示一个 Jason对象的信息 本质是一个字符串 你看这里面 一个对象 对象 其实这是一个 一个Jason的对象 它有一个大口号 是吧 一个大口号 它有 那个A Hello B Word 这是一个对象 关键 建制名 也可以使用 引号包裹 建制名 后面的一个 一个变量 下面一个Jason 它整个的外面 是一个 是一个引号 引号包裹 引号包裹 所以 它整个的是一个字符串 是一个字符串 本质是一个字符串 上面的话 Object 那么其实是一个对象 因为它最终外面 是一个大口号 所以呢 那么这个Jason 和JavaScript 两个可以 相互转化 一般说 Jason的解析方法 用Jason 字符串 转化JavaScript 你看那个Jason 里面的 解析 外面的是一个字符串 一个引号 单引号 单引号 解析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Jason 的对象 它就是一个大口号 块钱结果 就是一个Jason 对象 那么要从这个Jason 对象 那个StreamFile的话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的话 那么它就是变成一个字符串 这两个相当于 两个有一个相互转化的 投入Jason的 这个一个解析的 一个StreamFile的 这两种方法 我觉得大家只要明白了 这个字符串 跟Jason对象的话 它的识别方法就是说 到底说最外层是大口号了 最外层还是说这个引号 那么刚才是一个Jason Jason 知道Jason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 这个GeoJason GeoJason 这个其实的话 就是我们 GeoJason是一种 对各种地理数据结构 进行编码的格式 针对我们这个地理数据的 基于JavaScript对象表示法的 地理空间信息数据交换格式 也就是 它都是 它的那个形式上 完全符合这个Jason的 这种格式 不同的是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 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的 那么Jason对象 可以表示为几何特征 或者是特征的一个集合 那么GeoJason支持下面几种类型 点线面 多面 多线 多面 和几何 集合 GeoJason里面的特征 包含一个几何对象 和其他属性 特征集合表示 一系列的一个对象 那么GeoJason对象的 可能有任意数目的一个成员 对 那么我们就看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那么GeoJason 总是有一个单独的 Jason的对象组成 这个对象表示几何 特征或者是特性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是符合那个 这是一个GeoJason的 它符合Jason的规则 最外面是一个大括号 是吧 大括号 第一行是type future connection 也就是这种建制队 后面一个倒号 下面futures futures后面是 也是一个 建它的值是吗 建是一个 值是一个中括号 方括号 那其实就是一个宿主 是吧 那么宿主 他们这个宿主里面 在每一个宿主里面 每一个其实是一个对象 外面是一个大括号 是吧 在几个都号 大括号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呢 它type是future 第一个对象 它有几个建制队 time future 那么Dimitri 后面也是一个 直是一个对象 特性 properties 它也是后面一个对象 也就像这样的 有 这样的一个 总的有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大的 在每一个里面的话 又是建制队 像那个Dimitri的话 那么它里面 几个Dimitri 又有 不一样 有的type是point 第一个timepoint 它的坐标 是一个二维值 第二个type是 line screen 是一个线 是一个线 它的坐标 是这四个 第三个 其实就是一个多边形 它type是一个多边形 这个坐标 是这么一个 坐标的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说 它这个json 你先从形式上看 它是符合这种 json的 json的格式 那么具体到这个 具体到这个json的 这个对象呢 必须有一个名字 为type的成员 type的成员 这个成员呢 只是有json 对象的所属 类型所确定的字符串 你看这个里面 每一个 它就是说 每个对象 必须有一个type的成员 那么第一个 最外面的大口号 其实就是一个type type future connection 从这个字面上 就是说这个 特整的要素 这个集合嘛 是吧 集合 后面呢 又是future 就是肯定就是说 具体的future 有哪些 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future 那么是future 那么它的样子又是type 第二个是type 这个future 还有一个是nine string 第三个 polygon 这个 刚才说的 所以它必须有一个type 就是指名类型的 那么type成员的值 必须下面的 软速之一 点 多点 限 限 sdream 多限 sdream 限 多边形 多多边形 还有一个是 geometric connection 还有future 或者future connection 我们从这个例子 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type future connection 这种要素的集合 那么这个future 它就是有 有点线面的三个future 那么typefuture 每个 每个future 下面的geometric 这个geometric的type 又是点 又是线 又是面 所以它这个 有这么多的一个 约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 geometric 也就是说在那个 geo jason的 geojason是在jason的情况下 做的一个约束 第一个有type 第二个是type 是有限制的 这个type的 那个值 是必须有特定的 几个里面去写的 描述的 那么geojason对象 可能有一个可选的 crs成员 这就是像一个 坐标系统 是吧 像我们那个 它的 它的值必须是一个 坐标参考系统的 一个对象 geojason对象 可能有一个 bbox成员 它必须是边框 数组 bondingbox 这一般是一个主行的框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例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那个 有个数据 数据的一个例子 一个 点 一个是 一个是那种 省会名字的 省市会名字的 jason 一个是道路的 road的 线的 还有一个省的边际的 一个jason名字 就是 通过点线面 三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个这个 这个capital的 这个jason 这个大家看得到吧 要是看不到的话 跟我说一声 你看第一个是future future 整个的一个阶层 future 就是future connection 那后面的有一些标签信息 这个都是自己加的 total future 有34个 后面就是futures 那么就是一个个的 一个个的 来确定标签 每一个标签 future 里面 type 就是一个个的标签 future 它的id 再个是 jimitri 就是点 点的话 它这个坐标 就表示 这个 这一个点 这个jimitri name 叫这个 特性 特性 它里面包括 面积 这个相关的 一些 geocorder name 还有一些 拼音 这个第一个 可能就是北京 这个jimitri 就是这个点 这个future 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的话 就是 也是一样 很类似的结构 也是一个future id jimitri 也是type 也是一个点 点 这个里面的特性 之内的 这个是天津 也就是说 这个jimitri 把我们的 三十几个 省市的 这个 省会的城市 跟的名字 拼音 这个名字 跟nam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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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数字 有问题 也不见 还有它的 那个经纬度 坐标 在哪个地方 表示出来 那么这个 就是每一个 所有的都 都弄了 弄了future 那么 最后的一个 第四个future 这里面是 香港 它的位置 是哪里 它也是个点 后面 它有一个 坐标系统 crs 刚才提到的 是吧 crs 这个坐标系统 那么type name 特性 那么name name name的话 它那个 其实这个 坐标系统的 那个 那个坐标系统 也是 epsg 4326 是吧 地理坐标 的那个系统 4326 所以的话 就是相当于 这整个的 把34个的 future 把它关联起来的 那么这是一个要素 第二个的话 是一个线方面的 就是这个 中国道路的一些 主干道 主干道 那么它是future 整个的一个 还是type的话 还是一个future connection total future 150 就是说 这里面有150一个 那么 把这150一个 future都列出来 一个个的列 大路1 大路1 那么它的 gmitry的话 type的话 就是一个 多线的 多线的话 后面就坐标系统 坐标 坐标 不是坐标 坐标 那么这个线的 这个路的 那个坐标 你看它就是 一个个的 就相当于 一个个点 一个个点 就有很多 很多 这个它的 gmitryname 特性 特性 typecoder 这个相关的 长度多少 这一些相关的内容 这就是第一个的 那个 道路的 它那个线 是这个样子 那么 第二个路 第二个路 它也是一样的 就是跟着很类似的 也是一个 gmitry对象 就是可能有很多 很多 那么这个 一共有多少个的 前面台 151个 我们从后面看 那么最后 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road 那么它也是 这个 多线 多线 这个 最后的 有一个坐标系统 也是4326的 总共是一个 4326的 系统 这个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road 那么 最后的话 是一个 省界 省的 它这个里面 有900多个future 这个future 这是我们的 主要是省的 那么第一个 它就是一个 多边形 多多边形 是吧 多边形 那么它坐标 那么你看它 这个坐标的形式 它是 多边形 多多边是一个宿主 那 每个宿主 每个软素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宿主 那肯定是一个 多边形高穿的 几个多边形 平起来的 像这样的一个 那么它这个 坐标数字 太多了 太多的话 那后面的话 我们从后面看 那么也 后面的话 就是某一个的 name叫什么 的future 最后的话 最后也是一个坐标 也就是说 它这个是一个 给大家看的一个 点线面的一个形式 这个点线面的 这个jason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它们的一个 使量的 使量的 我看有没有 使量的 我再来看一下 看他们 那个 啊 给大家看看 一个这个吧 这个其实就是 刚才我们那个 点啊 我们那个点的 那个 那个 三啊 三十几个啊 主要的 省会城市和 一些直较市啊 还有 港澳台的 那几个 所以他们的点 是这个样子 这个点啊 这个是使量的数据 变成刚 几米锤 就是那个 那个点锁 点锁那个的啊 点锁啊 所表示的一个 几米锤的数据 所以他这个 就像他这个 shipping fire 跟那个几米锤 他能够 他能够两个 进行一个 一个转化啊 转化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另外的几个啊 另外的几个数据 另外的几个数据 我看一下 看能不能 让大家看一下 我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刚才还没有打开 啊 看一下他那个 现在来来来 看一下那个数据 那个数据 数据 我来找一下 刚才没打开 刚才没打开 现在 我来 共享 先共享在这个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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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共享在这个地方 先共享在这个地方 再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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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